呃 呃 這個可以嗎 這個是有聲音嗎 喔好 那個因為 就是 呃對 就是因為KAT是 就是很久沒更新了 然後阿端特別寫了一個那個 那個OneButton來解決的各種問題 但是OneButton是用Casper.js 就是那個模擬軟件 然後很髒 然後可以一直不提供ATI 所以呢 碰巧因為去年去了CC 所以就發現德國人 他們很多社群都用這個 就是他們自己開發出來的 一個報名系統 然後這個報名系統叫做Pretix Pretix 然後它為什麼會這麼大 好吧我不知道 就是 嗯 然後我今天做的事情 其實就只要把它弄起來 然後獨立下手這口而已 那它是Django寫成的 然後它KAT有的功能 基本上它都有 唯一少的功能就是 Pretix它沒有那個 報名的資訊 就是你沒有辦法在上面寫自己自訂的 波動說明 然後它除了 呃 這個Pretix 除了 呃 除了KAT是應有的功能之外 它還有多一些特別功能 首先就是 呃 它有一個功能叫 就是當活動是滿的時候 你還是可以報名 然後等到有人推掉的時候 你就會自動Pretix 嗯 然後 呃 它重點是它是open source 所以我們可以自己弄出一個API 然後 對 然後它現在連APP都有 就是 呃 呃 大家在報到的時候 不是通常拿KATX的話 用一個KATX的APP 然後掃一個條碼 就報到 那它也有這個APP 就是 所以其實功能滿完整 就是 幾乎目前為止都可以取代 那 那接下來要做的事情 主要就是第一個就是 幫 呃 幫它加上 更多的API 就是 呃 我們活動要用的API 然後再來第二個就是 幫它加上中文翻譯 因為現在 現在的語言只有 英文跟德文 好 大概是這樣 好 謝謝